好 看到四年一度的卡達世界被落幕了 阿根廷的巨星球星梅西率領全隊 在PK彈當中是擊敗了法國 也實現了奪下金杯的畢生夢想 賽後梅西從球場上的巨星 回歸了丈夫 父親 孩兒子的身份 也跟他的家人來共享榮耀時刻 你可以看到梅西的老婆拿大力神杯 兒子用小小的手來拖住金球 梅西則是一臉醜孽看的孩子 非常的甜蜜 這一刻一家人共享榮耀 畫面十分溫馨 而另外在等待頒獎儀式之前 梅西的媽媽還上前抓住她的手臂 兒子梅西露出驚訝的表情 兩個人深情的相擁 讓粉絲看了十分的感動 而阿根廷在這一回奪下第三座的世界杯冠軍之後 舉國狂歡 普天同慶 當中還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限了全球媒體來關注 阿根廷祖總在奪冠之後立刻是公布了三顆星的新圖像 也終於可以在國家隊的球衣秀上第三顆星星 不過呢 球迷要再等等才能夠買到最新的三顆星球星 在世界各國的國家隊的球衣上 每一顆星就代表一次世界杯的冠軍 世足賽舉辦二十二屆 巴西有五座是第一 義大利 德國四冠並列第二 阿根廷現在成為第四支奪下三冠的球隊 在這一次世界杯決賽 阿根廷對上了法國 比賽是讓大家覺得看真是史詩級的比賽 阿根廷算領先 但是呢 在下半場遭到法國是戲劇性的 已經是拉回了2比2 比賽進入到延長賽 還是以3比3踢成了平手 最後進入了PK大戰 阿根廷4比2來粉碎法國的衛冕之夢 梅西也終於如運封網 這場比賽一開始就張力十足 法國球員先是在禁區犯規 梅西得到罰球機會 結果輕鬆入網 先持得點 後來阿根廷又以三次的長距離進攻 最後由阿利斯特一技妙傳製造空門給迪馬西亞 讓他毫無懸念 射門得分 上半場結束 阿根廷以2比0領先 下半場法國隊展開瘋狂大反攻 意識到79分鐘 穆巴佩得到12碼的罰球機會 為法國搬回一城 然後在2分鐘之後居然沒開二度 在禁區左側起腳射門成功 瞬間幫法國隊搬平比數 讓在場關賽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忍不住激動叫好 比賽進入延長賽之後 阿根廷先是在禁區射門被法國門將擋下 但是梅西在門前補射一腳 雖然被法國球員踢出 但是裁判認定一躍門線 因此有效 這使得阿根廷以3比2超前 但是在118分鐘 阿根廷因為犯規讓穆巴佩又有罰球機會 他上門入網又把比數追平 雙方進入PK大戰 結果阿根廷技高一籌連續罰境 反觀法國隊則是被門將拆中撲下兩球 最後阿根廷以4比2棄軸法國 徹底粉碎了法國衛冕冠軍的美夢 而梅西終於如夢以偿 得到生涯第一座世界盃冠軍 他忍不住數度親吻獎盃 梅西個人在本屆世界盃創下 在小組賽以及各階段的淘汰賽 都有進球的歷史上第一位球員 過去四屆盃都空手而回的梅西 終於在最後一次世界被征戰中劃下完美句點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終於阿根廷是在梅西大影之下 最終在PK決勝4比2勝出取得了 阿根廷對史上第三座的冠軍 同時這也是相隔36年 同時要衛冕想要來尋求衛冕的法國 美夢破碎巴黎的球迷 當然十分的失望甚至落淚 阿根廷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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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球迷慶祝活動失控 好 在卡達2022世界杯足球賽的冠軍戰 是阿根廷4比2勝出擊敗的法國 那麼睽違36年 來拿下對史上的第三冠 法國球迷當然失望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馬克宏的部分 他也到了現場來觀賽 那麼雖然最終是沒有辦法 把冠軍再次的帶回來 不過他也安慰大家 所以法國的國家隊為榮 同時也恭喜阿根廷 這次是 我們聽到說 我們父親的眼神 親的喜好 他們說要不考慮 我們可以玩家的慶祝 但我們可以把這裏 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要說 這裏我們深刻的 就是這裏所謂的 我們是深刻的 魔力要 near 這是有機會 成為其這裏 可以來做 不了的 我們可以分成 一起和有 marque絨 我感恩 ipped本來的 阿根廷 因為我們是一個 大閤的 中國的運 לי 的富壇 因為他有時候 我們贏得 在這場比賽當中 在過程雙方是一路廝殺 最終阿根廷4比2勝出 是粉碎了法國的衛冕夢 為了慶祝光榮時刻 現在只要在Google搜尋阿根廷 不管是哪一種語言 都會長達12秒的煙火動畫 也為卡達氏族帶來個可愛的結尾 大家不妨也試一試